夫人站在自家门口 大声喊邻居争执 控诉邻居乱停车 让他出入不方便 甚至曾在七年前 害他老公延误送医 后来故事 夫人不满邻居乱停车 门口还特地装了监视器 曾经有小货车 直接就停在他家门口 驾驶不知道去哪里 实际来到夫人家的这条巷子 巷口宽无米 夫人指控这里围停情况很严重 毕竟都是邻居 如果叫一下 如果是陌生人的话 这边其实都还蛮好找 他报警的那一户 那一户 这一户 还有这边那边大概五六户以上 这两排透天错 大多门前是没有划红线 夫人检举围停和邻居发生纠纷 警方就会来协调 巷子里的停车问题 让邻居们失和 对夫人来说曾经因为围停痛失家人 只希望邻居们在停车时 多想想别人 不要造成出入的困难 或许就能够减少纠纷 三连新闻 廖国雄 何称峰 嘉义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